字幕志愿者 李慧琼 哈囉 歡迎來到今天BBC 那今天有什麼有趣的新聞呢 就是日本的太空人在太空站裡面發表一個推特說 他自己在三個禮拜之內長高的9公分那麼高 結果全世界引發熱意 天啊原來太空在太空可以長高 結果他後來又發道歉文 為什麼呢 因為他量錯了 所以大家如果看著標題進來的 跟大家說很抱歉 這個新聞頭條在今天的 BBC 最後一則頭條 所以有興趣就聽 看他在英文上面是怎麼講的 好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 BBC 英黨 Go 中國整理 應該是有 Scripture 中國的版本就會說 中共的利益 改變 但是它也有可能 Cyclical recovery has come and they go 我們的 concern is that once it fades growth will slow back to its potential growth level The French film star Catherine Deneuve signs an open letter defending men's right to chat up women and a Japanese astronaut tweets of the change he underwent in space We had our bodies measured after reaching space And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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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d actually grown by as much as 9cm Hello,我們來看第一個頭條 那總統川普的前任的首要的strategist 就是策略官 Steve Bannon,他steps down,走下來 就是下台的意思 從哪裡下台呢? head of,這個新聞台 就從那個新聞公司走下來,下台了 那the influential是什麼? 這個有影響力的 然後conservative就是影響力的又保守的這個網站 這個新聞網站下台 那我們將會聽到why it matters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為什麼這個事情是那麼重要的 那live就是直播,從哪裡直播? 華盛頓直播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新聞 那第二個呢,就是南非的什麼總統 Jakob Zuma這個人呢 他boostu,bo是鞠躬嘛,像是這樣 那鞠躬對誰鞠躬呢? 壓力鞠躬,對壓力鞠躬是什麼? 就是像壓力低頭嘛 那就是說 你已經就是屈服壓力了 然後呢,他因為屈服壓力,所以要怎樣? set up 就是 創辦的,就是舉辦的一個什麼? inquiry是什麼呢? 一個調查 然後調查進入什麼樣的調查呢? 貪汙的調查 at 對哪裡的這些範圍做調查呢? highest levels 就是最高等級的一些什麼? 政府 就在政府的一些高等的 就是那些官員的門中進行調查 果然是由於壓力才會調查嗎? 要不然就讓他們走嘛 反正都自己人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頭條 那你看一下第三個頭條 那 the world bank 就是這個世界銀行呢? 說什麼? 世界的經濟的成長 is likely 似乎很有可能去怎樣? strengthen 就是去加強 在今年去加強 就是成長更快的意思 但是呢 it also has a 它仍然有一個什麼? warnings 有一個警告 什麼警告呢? cyclical 是什麼? 循環的周期性的recoveries 循環性的一個復甦呢? come and they go 就是他們這些復甦會來 然後又走又來又走 為什麼循環嗎? 有來有去 那我們的主要的一些 concern 主要的一些擔憂呢? 是說 一旦呢 他fades 就是類似有點消去 就一旦說這個復甦消去的話 那成長將會slow back 就是 退回到緩慢到怎樣? its potential growth level 就是他的 就是潛在的一個成長的一個等級 就像這個圖啦 它是一個往上成長的線 然後它會有這個 像股票一樣 它會這樣上上下下上下 這樣子來 所以你成長的過快之後 就會往下變慢 然後就會趨近於就是像這個 我們這個叫做什麼? 就趨近於這個成長線啦 好 那我們來看 下一個頭條 那這個頭條呢 the french 就是法國的電影明星 Catherine D這個人呢 簽署了一個open letter 是一個 簽署了一個公開信 然後defending是防衛 防衛什麼呢? 防衛 男人的自主權 男人的權利 right嗎?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那男人的自主權利是怎樣? 就是權利是怎樣? chat up chat up是什麼? chat是聊天 up就是上 所以聊天上就是 你去搭訕女生 用嘴巴 就是用言語去搭訕女生的意思 就像這樣 好 那這個不發表評論 那我們看最後一個 因為太爭議了 太危險 那最後一個頭條就是今天的頭條 就是and a Japanese 就是一個日本的這個astronaut 就是太空人 然後發了推特文呢 然後發表什麼? 他改變 什麼改變呢? 這個他underwent 就是undergo 就是說他經歷的這些改變 在太空中他經歷改變 他發了推特的文 那我們呢 had our bodies measured 就是我們讓我們的身體呢 去被測量了 那在什麼之後呢? 在達到了太空中之後 我就讓我的身體測量 看我身體怎麼樣 然後 哇哇哇哇哇哇 我已經 確確實實的成長了 by 就是用by來接受說成長 到底成長到多少幅度 as much as 就是很多 欸多少呢? 9公分那麼多 可是這真是一個假新聞 他自己講的嘛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BBC 那… 嗯… trao dây đoạn độ bye bye